歡迎收看懷疑把抓 我是張老和 現在選戰倒數五天了 這五天裡面 非常多議題 恐怕會左右選戰 而且這五天裡面 最關鍵就是 如何催起支持者的熱情 你可以看到 光是這幾天 抹紅的事情 光是這幾天 相關的報導 你可以看到 百遍的文哲 到底是怎麼樣呢 另外 身為的怡雲 現在賴清德 能不能解決 他已經上了這台車 而新北簡監跟大家講了 答案結果出爐了 只是這個出爐之後 要被害人同意才能說 那什麼時候 才要把話講清楚呢 至於我想到 選戰最後拼的就是一個氣 是一個氛圍 藍綠白 週末在高雄拼場 五天之內 所有的車掃 所有的相關的造勢 都非常重要 誰能激起支持者的熱情呢 現在就要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時事評論員李毅修 趙好 大家好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趙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徐鴻廷 主持人好 各官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顏若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來 義兄 我們剛剛談到一個最關鍵了 你能夠想像 每次跑政治的時候 都會談到一件事情 這個回力標來得又快又急 或是說打臉怎麼會來得這麼快 還記得柯文哲今天怎麼講 侯友誼嗎 中共同路人啊 他是紅色的 沒有啊 你的黨員 自己先染紅啦 請師爺翻譯翻譯什麼是抹紅 如果說你嘴巴說人家是紅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黨員變紅了 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民眾黨籍的馬志偉 當然我們要寫錢 為什麼呢 馬上火速開除了 馬志偉因為他有選立委 當初他沒有得到提名 但是他最後以這個選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以民眾黨的標準模式 循柯妹模式來爭取民眾黨的支持 所以這個是首位 因為這樣的一個所謂 涉入所謂的中共戒選的事情 被收押禁見的 但可是問題照顧你知道嗎 這張照片一出來說不對啊 柯文哲馬上說不對 這個照片不能 他是小咖 完全不想認 為什麼 因為當初提名的時候 中央委員 超過了我個人智慧 我IQ157 但是我的中央委加起來 IQ15你知道嗎 所以當時不讓馬志偉當區議立委 所以甚至連桃園市黨部發言人的資格 都把它拔掉 可是照顧有個問題 你說不要看這照片 但這個照片上面 你知道嗎 這個照片的完整版是長什麼樣 它下面在這裡 是用完全用民眾黨的配色 柯妹模式你知道嗎 完美複製 完美複製 就是說我是無黨籍 但是柯文哲幫我站台助選 然後黨中央的資源請住下去 你還記得前陣子不是有 前幾天而已 民眾黨有一個區主任的退選 就退黨 然後就說雙標 你怎麼可以把黨中央資源灌給馬志偉 所以大家就問說 這合照 說我不可能知道每個人的背景 公開行程跟什麼人會站在我旁邊 所以今天照顧要跟誰照相 他沒辦法控制 照顧來我跟你照相 我們可以控制一下 我沒辦法控制 真糟糕 所以現在柯文哲最關鍵就是說 他的第一刀先砍下去 這是一個小咖 第二刀砍下去 眾人智慧抽個人智慧 我當時 我們的決策委員就已經敢講 不能用這個人了 好 這一把火能熄嗎 我說真的 柯文哲講的都是不是對的 當然邏輯上都是對的 為什麼 我跟誰照相照顧 照顧說不能控制 是啊 馬志偉過去是誰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們有眾人智慧互提 我就講超棒的 可是問題是 大家覺得很奇怪 馬志偉當時 柯文哲是站台什麼 他說超優秀 讚 他是刺客等級的 我們內部都討論過了 可是你不是開會不行嗎 原則上盧竹 就是馬志偉來代表我們民眾黨 而且你知道嗎 還有誰挺他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到 柯媽的祝福也出來了 所以大家覺得奇怪了 怎麼 你現在反反覆覆 好那沒關係 我們都覺得 可能柯文哲又被冤枉了 這怎麼辦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匯流新網 匯流新網是最有科對吧 是 結果匯流新網怎麼報導 你說馬志偉爭議大 就只有柯P贊成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人贊成 但是那個也是柯P的人 兩個人堅持 我支持馬志偉 據說柯還不是很開心 對 可是被否決拒絕 當時大家說不要當橡皮圖章 所以大家當時說 當時柯文哲立保馬志偉 來選台灣立委 黨內很不滿 中央委員都直接都出來幹狗 可是問題是 中央委員評判又怎麼樣 不提名又怎麼樣 我一樣可以站台 我媽媽一樣來說話 所以又是聽媽媽的話嗎 所以老師這個交代 所以到底馬志偉 他這麼紅 他直接已經被收壓禁見了 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能夠收壓嗎 所以你說柯文哲 他以前講過的話 跟他現在講的話 是完完全全回力標 他都打在他的臉上 今天 對我選情有問題 這五天內 對我有選情有問題的 前一秒才在抹紅別人 下一秒都說 他跟我沒有關係 之前的李全教 也是同樣模式嗎 講到李全教 那更是經典中的經典 因為李全教是什麼 李全教就是議長會選案 當然後來人家被判無罪了 所以柯文哲當時就想說 那有機會 那我們來站台 柯文哲說 呼籲全國支持者 全力下降民進黨新潮流 一票都不要給新潮流 然後唯一支持李全教 把國家還給我 把國家還給人民 可是突然大家很爭議 他說不對吧 你去幫李全教喊 你看就像馬志偉 最後馬志偉也是敬拜說 我們會繼續爭取清盤 李全教敬拜也說 造成柯文哲困擾 將不再勘載相關照片 所以我們覺得這很奇怪 就是說 怎麼好像每次遇到事情 咔嚓一刀就給他墮下去 所以難怪賴清德台南競選總部 就酸 就說這個網路文宣都留了一週了 你偷到現在才發表聲明 奇怪你們到底是不是 要支持李全教 因為他是票房毒藥 所以你才把它砍掉 所以難怪這個發言人 民進黨發言人 張志豪就在講 他說面對李全教跟馬志偉 柯文哲再次產生 所謂的反反覆覆的態度 切割刺圓刀是在打臉自己 來 宏廷哥 我們剛剛提到 你跟柯文哲應該也交手 還滿長一段時間 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交手滿長時間 柯文哲以前的變 跟人家講說是每天變 現在進化了 每分每秒都在變 跟他有問題 跟他選戰有問題的 全部次元都拿出來 直接切割嗎 柯文哲不變的東西 就是他的反覆 這是他唯一不變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我的看法 跟我的觀察裡面 柯文哲從頭到尾都一樣 只是重點是民眾在聽他 在聽他講話的時候 民眾的態度是什麼 是 如果我很認真的聽柯文哲講的話 表示什麼 我對他有所期待 是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慢慢發現什麼 他講話好像有點反反覆覆 總是講不清楚 是 所以我過去才記得在很多節目裡面講 就是說 柯文哲其實是一個很 很什麼 很波浪型的政治 就是 當他 大家對他有期待的時候 當你一認真聽他的時候 對不起 就會從什麼 期待變失望 但你失望到一陣子的時候 或者是你對藍綠失望到一陣子的時候 你又這樣對他有期待了 所以他兩次的臣服 是 其實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柯文哲 他終究要面對一件事情就是說 民眾黨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像楊寶哲這麼優秀的人太少了 對不對 就是很 他們的人才並不夠 人才庫不足 他們的人才庫不足 所以也就是說 他在找很多素人的時候 那他到底怎麼找呢 請你看 過去大家在看民眾黨的 所謂的莊安委員會裡面 對 民眾黨的幾個莊安委員認識 你不知道對不對 對 很少 就很少有叫得出名字的 或者是讓大家知道是誰的 但是你常常聽到什麼 常常聽到說 他們好像內部又在什麼 內鬥 好像誰是這一派的 誰又是那一派 常常會有爭論 有摩擦 所以我覺得很妙的事情是 我們自己國民黨內鬥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內鬥很兇有沒有 但是我每次看民眾黨的時候 他們的內鬥好像比我們更嚴重 對不對 可能他們未來如果有機會大起來的話 當然啦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 我覺得柯文哲還是要回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認為做什麼事情都一樣 政治人物的責任就是把自己的成分展現出來 我針對很多公共議題的時候 我的選擇是什麼 我針對很多人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的選擇跟我的所作所為到底是什麼 那柯文哲他終究要面臨到大家對他的一個最重要的考驗就是什麼 當我追根究底的在看你這個人的時候 我看不懂你的成分 因為就像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你一下針對所謂的這個部分 你批判得這麼強 對 結果你自己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發現說奇怪你的標準好像又變了 或者你每次都在講公開透明 但是後來密會很多次而已都是你 所以在這裡面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認真的去看柯文哲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其實他某種程度上 他自己的雙標其實也滿嚴重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就覺得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看柯文哲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民調 他可能會有他的天花板 其實最大的原因來自於他的本質 是 就他的本質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辦法大大方方把自己的 所謂的成分展現清楚的時候 當民眾對你有所期待 想要相信你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卻步 那在這個地方 民眾黨他可能就會遇到他的天花板 來 保證 我們剛剛提到 馬志偉雖然是無黨籍參選 但是他還沒被開除黨員之前 他是你們的黨員 前黨員 好 現在你之前柯文哲一直在罵藍 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是中共的標籤 所以他自己最怕最討厭被抹紅這件事情 好 今天回力標馬上來 這個鍋能夠甩出去嗎 應該說柯P他前陣子 他其實並不是想要直接去抹紅國民黨 而是他是直接問侯友宜說 為什麼中共看起來好像滿支持你的 他是問號 他覺得為什麼你會有人幫你去做假民調 當然有些人說 那一下這個媒體的民調 他就講我可能還不認識 但就的確被抓到了 那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是特別針對侯康佩 他們去做了一個更好的民調 這是大家所打上的一個問號 那比如說 因為馬志偉他的確最剛開始的時候 的確我們本來是內部是有想說 是不是在桃園可以派他出來選 但後來的確因為經過我們的選決會 去了解了一下他的背景之後 的確好像是跟中國的一些關係 其實有一點點這個剪不斷裡還亂的一個狀況 所以後來在選決會 就很堅持就投票去決定說 那這個可能沒辦法 就沒辦法去把他派出去 所以他最後就覺得 那不然我自己用五黨籍去選好 那我必須老實講 他用五黨籍去選我們的黨部或是黨部 基本上就沒有再去支援他了 因為我們就認為他並不是代表我們的人了 最大的支援是什麼 是在1月3號的時候 柯文哲直接到場 這比你們黨部支援還要多 你的黨主席直接到場 跟大家講說他很優秀 他是刺客等級 是不是馬上出事了 沒有 他之前是說他是刺客等級 但他後來就並不是 他後來就不是代表我們 柯文哲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還是支持他 對不對 不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反正最後我們就是共識決 反正我們最後是共識決 但是柯文哲在那個會議裡面 他還是支持他的吧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柯文哲當然最剛開始 他認為說他是刺客等級也有錯 但因為後來就大家討論 總是你要資訊要交流 你交流之後突然發現到 他的確可能背景有點偏紅的狀況的話 那是不是他就不適合來擔任我們的候選 柯P當然就覺得 那我就是聽眾人的意思 他不是那種什麼獨斷然後專決 就一定是他自己說了算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那我必須說 因為其實後來他在那一天會銅框 真的是他跑來我們那個公廟的那個行程 因為他的行程 因為我們柯P他的行程是公開的 對 那他當然知道說他會哪一個時間點出現在那個公廟 我們其實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也是有點 他來到現場了這樣子 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你們之前都已經知道他可能是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他今天不管你們是公開行程 你都知道他要來 他也想跟你們同框 你們幕僚沒有去阻止他嗎 但他自己湊上來 不是 現場公廟的所有的主委總幹事 全部的人都在那裡看著 然後你讓一個 他是無黨籍的候選人 他就衝上來 他就說他要拍照 你根本攔也攔不了 你知道嗎 直接衝上去要拍照 那你沒有辦法啊 所以我覺得在於馬智慧這邊的話 我們並沒有說真的去幫助他 即便他是無黨籍的候選人 是真的跟我們半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我們也是知道 那既然已經開始有這個反滲透法去查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就是把它來開除黨籍 所以我們的動作其實非常非常明快 然後在李全教這邊 我是真的要很認真講 我覺得不要這樣 隨便去使用人家的肖像球 我覺得 真的有點不道德 有點不道德 我必須老實講 那天其實在這個文宣出來之後 就有媒體來問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跟這個禁辦 然後跟黨中央確認了一下 根本就沒有來問過我們 他們私自使用 自己使用 對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那時候我們其實在媒體上 已經開始有陸續做回應 但他可能沒有當一回事 然後後來甚至我們連網路上 那種假夜的廣告我們都看到 就覺得太誇張了 是 就你原本做紙本的 然後後來又開始做這種網路的一個文宣 所以後來的確這個禁辦這邊也跟他們講 就是嚴正的聲明說 不要這樣子去誤用人家的肖像圈 這樣真的很不禮貌 來 若芳姐你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算是回力鏢來得又快又急嗎 雖然說都沒有關係 但不要忘了柯文哲最聽媽媽的話 柯媽媽當時在這個 實際上他這個馬勢威他競選總部開力的時候 他還錄影片耶 這難道不算什麼嗎 柯媽媽當然就是在我們看來 從柯文哲上當市長一直到現在 很多的東西其實柯媽媽可以代表了很多的事情 包含嚴寬恆這個巧遇的這部分 柯媽媽也可以代表了柯文哲這個部分 那我們都知道說柯文哲對於媽媽的話 就是周杰倫的歌聽媽媽的話 很多都是聽媽媽的話 那但是我覺得應該回過頭來應該講 就是黃珊珊 我們的前副市長黃珊珊曾經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沒錯幹嘛辭 那現在這個邏輯上面講說 那你沒問題那你幹嘛要把它開除黨籍 而且在你們之前其實都有過這樣子一個討論 難道你們討論中間沒有發現他有一些問題嗎 好 那再來就是 那如果你知道有問題柯媽媽為什麼還要去錄 難道柯文哲不會告訴他說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雖然有支持 但是我們現在不支持了 你千萬不要去幫他站台 你沒有去做一個這樣一個說法 難道你不知道要告訴柯媽媽這件事情嗎 再來我覺得這個反勝鬥法這部分 因為這個馬志偉他有講完 他曾經還嗆過說這怎麼嗆你怎麼會去嗆 這個林非凡是中共同路了 就是告訴你說 當你一手指著別人的時候 你的四肢手指著自己 是 對 你現在就被發現說 你是不是有這個中資的介入 你是不是有一個相關的被這個 中資干預選舉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柯文哲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再更清楚的明瞭就講 因為你曾經就是講過說 馬志偉是優秀的人 然後在盧竹這邊就是馬志偉了 對不對 這是他講的這個影片 所有大家Google都可以去找得到 你這樣子的一個強力的推薦 盧竹就是馬志偉了 就是他是刺客他非常刺客等級 選民完全相信你說的話啦 選民 對於支持者來講 市長驚訝聽的一定就是聽說 你推薦這個人 雖然我們不認識這個馬志偉 但是由你柯文哲拍胸部掛保證 對著鏡頭直接這樣講 再來柯媽媽又出現在這個螢幕上面 然後幫馬志偉這個競選總部成立上面 這會不會有一個相調的一個代表就是 柯媽媽代表了柯文哲出現在這個場 是支持馬志偉 那你現在出現這問題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講啦 我自己都覺得不意外 柯文哲做第一時間的切割 因為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問題 第一時間拿出他的刀 趕快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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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是第一次了 很多人都中了他這樣子背後很多刀 所以我覺得不意外 但是我覺得可以回過頭來就是說 看到的就是民眾黨柯文哲在選人上面 再來就是你中國同路人上面 中共同路人上面 其實你身邊充斥的很多原本你的理念 你說你不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我們要反黑金什麼 但是你馬志偉再來李全教 剛剛那張照片為什麼李全教拿去 因為你柯文哲去站他台 拉著他的手啊 你說你支持他啊 對 你支持他啊 當然你說相片要打個招呼 但是除了相片之外 但是你是直接本人站到這個舞台 牽起了李全教的手 那會讓很多的選民講說 啊你前面說反黑金 但是你拉著李全教的時候 啊你說你不是中共同路人 但是你卻支持馬志偉 那到底要選民怎麼樣支持你 要怎麼樣投給你呢 來 保證怎麼回應 我大概簡短補充一下 李全教那邊的話 我們那個選區是 並沒有公開明確的表態說要支持誰 這個是完全沒有的 也就是說對於我們的支持者而言 如果他們認為那個選區想支持誰就支持誰 我們完全沒有去公開的表態 要支持哪一位 那拉著李全教的手呢 但我們並沒有去直接針對說哪一位 我們要去支持他 完全沒有 我們並沒有直接表態過 那你們什麼叫做公開支持 好 那我真的要先講 我覺得既然如果放到這樣子講的話 我必須講 因為剛剛一直在講這個魔紅的事情 結果簡短問 趙天玲現在到底他這個國安進度到哪裡 調查到哪裡了 你要問調查局啊 我又不是調查局 不是因為民進黨一直是說 有啊我們這個非常的佩服這個趙天玲委員 說負責的課次 沒有 就是要趕快調查 他現在到底調查到哪裡了 今天趙天玲是因為他的婚外型 他有一個中國配偶 但是他有沒有資金 有沒有什麼 你們有沒有拿出證據 但是馬志維是有被他查到 金錢的留下 是有這樣子一個虛擬幣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問 馬志維這個查詐快趙天玲的多久之前 到現在都還沒查出來 來 所以現在簡單簡單過來講 李全教官李全教這個事情 你認為是說他只是牽緊他的手 但不代表說我要支持他 並沒有公開支持 並沒有 我們並沒有明確的表態說 是要支持藍的或支持率並沒有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